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 大家好,又是Edder 不是一个测评,只是POV 今天不拍车,今天我要拍什么呢? 今天我其实要拍一个开箱 因为我用的这个iPad mini 4 用了这么多年,大概有三年吧 还没没的,99% 漂亮,看到吗?挂痕都没有 用到现在,不是说它不可以用了 而是说,东西都会旧的 然后就很多东西都会卡卡 尤其是在工作上面啦 最近我考了保险牌,然后也当了保险Agent 然后需要的就是 这个Allianz的App啦 所以的话就跑了很慢,就让我非常生气 是时候upgrade了 是讲了这么久,Where is my iPad? 終于到了,就在这 这么大箱,因为为什么 现在EMCO Shopping Wall也没有开 然后导致成的我都要上网买啦 尤其是7月7号 这7号问题是iPad Pro 11吋 M1这个是没有的 做便宜到哪里去的,都是一模一样 在价钱,我们这个箱子这么大 这是我第一次在网上买 电子产品,所以我现在会做一个开箱 给你们看,然后我们来开一个 SMR,OK? Let's go! C�儿 放入浴缸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多用油 切成的材料 切成的材料 放入冰箱 生姜 放入冰箱 我们现在就开箱完毕了 这个SpaceGrade OK 它有一个选择很好啊 直接从iPad 所以也就是讲 我这里有一个iPad的话呢 它里面的东西就可以直接过来 因为我觉得很方便了 现在看到吗 它这里马上就会有啦 它就很厉害了 它知道我旁边有一架iPad的咧 这么厉害啊 你 用了Apple ID 然后直接这样子 这里拍一下它这个萤幕就可以了 我觉得现在Apple真的很厉害 那其实我不是一个苹果粉啊 如果从大家有认识到以前我的频道开始的话 以前我是一个Android粉来的 然后我也是蛮喜欢Android Apple也是喜欢 但是自从我用了Apple 知道很多东西不能回头 比如说我的MacBook啊 iPad啊 我的Apple Watch啊 其实我是有Apple Watch的 我的AirPods啊 我的iPhone啊 就很觉得很方便啊 Android的话是很自由 我也喜欢Android 然后工作上我就喜欢有Apple 如果是私人生活上面的话 我就喜欢Android 所以我为什么要买两家电话 就是这样 任性而已 真的是任性 所以现在我在开始的 在setup 搞定了之后呢 它就会重启啦 所以当这边说 Transfer Complete 我是不是可以退出呢 Transfer Complete 那我就是可以咯 那我觉得这个开机的时候 就应该是这个一样吧 为什么我不要放Walk Paper 有原因啊 因为我觉得它会慢 所以我就放黑车啦 因为你知道iPad mini 4 也是年龄也不小了 然后它是14.6 所以觉得Animation还可以 但是就是有时候觉得它慢 我就哎呀 不要放Walk Paper啦 不要放也是可以 是很漂亮一下的 我就把它换一个Walk Paper Walk Paper 你觉得这个速度会慢吗 我觉得还行啦 那就是set as home screen 这样子 哦 所以这个有Touch ID的 我这个 再给你们看看 这是我最喜欢的FK8 Touch ID You see 啊 很美美的 那来到这边的话 我的iPad Pro呢 你会看到 哇哦 我的Walk Paper也来了 啊 这样 有Face ID哦 你看我一拿上来之后 它就会 哦 这个 它的Walk Paper也是黑色 OK好 我就去转一个 比较漂亮一些的Walk Paper 暂时先放着这一个吧 因为我等下去找一个 更漂亮的放下去 哦 哇 我一看到 整个刷新率就是一个字 爽 看到没有 什么叫爽 就是这一个 当你开一样东西 当你刷换的时候 看到吗 哦 哇哦 好快哦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一看很多YouTube啊 用这个来看啊 OK 这种 很有3D感 我真的不懂怎样讲 哇 一定是很爽的 这个 不用讲 什么都不用讲 这个一定是一个upgrade 所以 iPad mini 4 所以你再这边好好休息啦 哎 我知道很难看 因为我没有买一个麦克 然后我就用我的Samsung耳机来 来拍啦 就认识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很喜欢手机物品 就比如说你看我后面有iPad 在上面 MacBook 或者是我用过的手机 都会在这边出现那个盒子 下面呢就会摆设 我的用过的那些手机啊 以前的手机这样子 现在的话就开箱就到这了 我就随便拍一个 ASMR给你们看 所以这是我的新iPad啦 我的新玩具啦 所以的话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去拍车 所以 有的拍我新玩具 就拍给你们看看 分享一下啦 所以这的话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啦 Goodbye by bwd6